我們都說斜槓事態 一個人兼具多醜的身分 那為什麼斜槓呢 就是在電腦上面 我們會有slash的這個符號 那就是代表這個人 我們沒有辦法用一個直升 去概括他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像我們的曾主委 我們會說他是金鐘主持人 舞台聚天王 同時還是半面大亨 這樣每一個職業 都必須要用斜槓 來把它隔開 好多斜槓 上面寫什麼 都上面寫了就好 還有更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大家懂得什麼叫做斜槓